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西桂林人 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桂系首领 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 代总统 在抗战时期 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为抗日理下了不少功劳 1948年国民党行献 他当选副总统 蒋介石下野后 他一路任戴总统 1949年4月 解放军度将战役前夕 李以戴总统名义 想通过和谈 阻止军度过长江 但最后 他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致谈判破裂 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为国后 1949年末 李宗仁以国民党代总统的身份撤离大陆 1950年3月 蒋介石在中国台省会副总统职务后 立即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 心灰意冷的李宗仁 看清了老蒋的丑恶嘴脸后 决定赴美定居 在美 李宗仁多次说 当时未能接受和谈协议 有感愧疚 从1956年起 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的李宗仁 先后五次派秘书程思远回国到京 去见州从领 回回祖国大陆而做准备 1958年 程思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女儿 林黛到港探亲时 向程思远提请李宗仁 她说 父亲 李宗仁先生在美生活情况不是太好 在那朱不习惯 她总想回祖国 程思远曾给李宗仁当过秘书 1949年 她辞许郭敏导要之后赴港进居 担任正母包的专栏组 将 1956年 程思远曾到内地参观 并受到了朱宗仁的亲戚接见 程思远对李宗仁非常关心 听了女儿讲述李宗仁在美的情况后 当即给老领导去了一封信 不久 她接到李宗仁的回信 李在信中说 我保存着一批字画 希望能出手 能献给祖国 信中并吐露了自己一落归根的心愿 1959年10月 程思远受托来景 见到了周从李 谈起了李宗仁要出手字画这事 回港后 她写信将此行的经过告诉了李宗仁 当李宗仁得知总理对他预将残画献给祖国的想法表示很赞赏时 立即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残画运送到港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还说 这些文文字画 是我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 字画运到港后 程思远立即报告给了周从李 总理马上安排有关人员去港将这批字画运回到京 字画京后 专家立刻对这批字画进行了鉴定 仔细鉴定后 专家得出结论 这批字画大部分都是验品 专家对总理说 这批字画大部分都是验品 按释假 最多值3000元 周总理获知这一情况后 感到痕迹外 这与李宗仁所说的11万美元相差悬殊 他反复考虑后 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 并将此事报告给了主席 主席听后 大笑起来 他慷慨说 总理 我们的工作要讲策略 李宗仁说值11万美元 那我就给他12万美元 这叫投石问路 随即 主席让财政部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不久后 程思远见到总理 总理对他说 李先生的藏话 有些真 有些试验品 但体验李先生的爱国热忱 将送他一笔富有的旅费 以壮形色 总理让程思远 刘仲荣 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的手中 李宗仁收到12万美元后 十分高兴 连声称赞 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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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李宗仁听 送他钱 李宗仁 sayin